中国大陆能耗双控发威 美元指数成长一年高 全球市场紧临大作 台股后市要观察哪些指标 从监管风暴到能耗双控 中国经济资产给全世界出考题 是否会把美国一起拖下水呢 隐形黑天鹅来袭 台股10月首日交易出师不力 行情震荡下 投资如何采取以偿互短策略 恒搭事件余波荡漾 中国大陆强力限电再度打乱公民链 中国限电危机将让哪些概念股趁势而起 更多精彩内容都在今天的老谢看世界 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看世界 在这两个礼拜对全世界来讲都非常的不安定 从中秋节之后到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全球股市频频有状况 而且经常出现长黑的回档 在上一周我们所有的焦点都在恒大的高额负债 所造成的房地产的危机 现在这个礼拜最重要的焦点变成限电 中国在无疫情的状态之下 现在突然的停电造成包括苹果供应链 包括组装代工被动原件电源供应器连接器 包括电脑周边相关的 这当中对台湾影响最大是印刷电路板 我们印刷电路板的生产基地几乎全在中国 包括散热原件这影响是知识体大 所以我们看到在K线上 在这一根9月20号我们中秋节过完之后 台股的重挫这个都是300点的等级 在29号跌了325点 现在这样的一个长黑回档 也代表台股现在所面临的压力跟情况 都跟过去一段时间不太一样 所以变数增加了 变数增加 我们回来看一下在这段时间最大的台股有三个重点 一个新台币一个是美国10年期的债券殖利率 第三个是美元指数 我们从美元指数看起 大家可以看到美元指数这一周 它突然之间大幅的上升 到了94.6了 那大家可以理解美元指数从89点开始上来 美国众多专家都说美元会暴跌 但是美元不断没有暴跌 现在变成一个上涨 这个上涨它穿过的下降趋势线 变成多头排列 美元如果强势的话 它会对相关的市场 尤其新市场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特别注意到 新台币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比美元更强势 今年台币升值2.47% 跟人民币是少数相对美元能够升值的货币 其他如果你对照韩元跌8% 这个是一个跟日元跌7.35% 我们难以想象 所以这个是一个在货币上的相对的强势 台湾在经过货币这么强势 台湾的外销出口仍然非常的强劲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市场上的恐慌指数 这礼拜一度最高已经来到28.6%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在恐慌指数在20附近以下比较安全 这个时候也代表市场上 大家开始高度的在警戒 这个警戒当中 第一发明油价 那大约在75块美元以上 不管这个WTI或是北海布轮特器都在高档 这高档也高出来 油价上在高档也代表全球经济的 实体经济的运作 没有 并没有停止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的道琼 在9月20号 港股大跌千点的时候 美国跌幅569 现在道琼的下挫 又重新再来一次跌500点以上的一个规模 所以在道琼的下滑 也给全世界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礼拜五的台股重挫超过200点以上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七商权当中的中国股市 原来还算强势 但是现在上升市也开始明显下滑 互升300 再低档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香港的恒升指数 是出现前手未见的一个跌势 港股今年已经大概跌破了一些不断的探底 它是全世界相对股价最低的 最惨重的市场 面对未来的台股 我想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投信基金 这个特别讲到台股目前处在一个成长换党期 换句话说 现在的成长开始面临一个高成长以后的 高峰期 相对高基期的压力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要对 未来要下更多的功课 所以这个勾功课也特别提到 要盯紧CRV 就是说在这一次的变数增加以后 台股可能大家要更加努力做功课 我想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的限电 现在看起来会对中国的生产基地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 中国PMI现在已经开始被压回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代表中国的限电危机持续会加重 这个时候冬天开始限电尤其在第四季 大家可以感受到下一个民生的 这个在冬天要有更大的用电的需求 看起来是会更严重 这个也是在这个地方台股现在在1万7千点下面 1万6 1万7当中 可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盘整 这个时候我想我们要把这些变数慢慢的往下看 来看看台股的未来 今天等一下回来我们特别访问的台股院长张院长 还有这个我们老朋友台心头顾的李正宜总经理 来跟大家从这一次的中国这么巨大变化 来看未来的投资发展的方向稍微来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讲不管黑天鹅什么灰犀牛 美国几天大概就跑出来了 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中国在这个地方 中共党中央一直不断的出重拳 背后到底目的何在 然后呢 它这个影响对未来全球投资会带来什么影响 其实这一次限电真的是很麻烦 对 不过也是它自己造成的 因为它对澳洲禁止煤炭的进口 那我大概去看一下那个中国的那个重点的煤电厂的 那个煤的库存 对 去年呢还有1亿吨 结果昨天去看只剩下5000万吨 等于是少了一半 对 那这个你说中国这些重点煤电厂没有危机意识吗 其实也不是 因为上面没有交代说可以进口澳洲的煤 那中国是有自己产煤 但是量其实是远远不够他们的需求 所以这一次限电 那其实对于供应链的冲击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那过去美中贸易战到疫情 那因为全世界的供应链都持续在移转 那这一次的限电势必会加速移转 但是你说要全部移来回来 在台湾也不太可能 因为刚刚市长提到 那个基本上申报的 像那个我们金管会申报 50家有受到影响 那天武士观测站重训 对 有至少50家 是命命麻麻 但是确实很多就是比较高耗能的 对 那你说叫他们回来 除非你台湾已经有厂 我昨天碰到那个一家上市公司的PCB的副董事长 我说那你们在台湾有产能 在宜兰那边有产能 然后在中国也有产能 那你这边可不可以调度 他说有点困难 为什么 因为他在那边是生产汽车的印刷电路 那个汽车你知道 那个都基本上一定要认证很久 你不可能说移回来这边 所以确实短期对台商在中国的生产 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那中长期除非 因为中国现在在生产 要申请加入CPTPP 那跟澳洲你就要谈判 特别是煤 葡萄酒等等 所以从一系列的 刚刚社长提到 打软体 平台经济 到现在的能耗双控等等 还有共同富裕 那我觉得现在你说 他们其实讲白一点 是先砍了 因为我才说我自己在练身体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会把自己砍死 这个然后甚至把全世界都投下去 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供应链移转是长期的趋势 但是短期通膨一定先出来 台湾在经过这个回合之后呢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现在比方说 油价现在在高档 这个油价在高档其实 它所面对的一个 看起来全球经济并没有像 在3月的时候那个疫情爆发 突然之间大幅的下滑 然后铁矿石是明显的跌下去的 但是煤的价格是不断的上涨 你看到中国的这种动力煤 从五六百七八百现在到一千四 那这个我觉得那个是影响 当然知识体大 所以当然刚刚张艺人来再讲 全球通膨压力是越来越明显 这么多的变数终于炸在这个地方 怎么看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通膨的压力 其实并不像联总会讲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短期的因素 我们觉得其实我们之前就讲过了 事实上很多 现在媒体上很多文章 有些是真的是那种大内宣转大外宣 就是说比如说什么 现在有个大棋盘 他说美国惨了 我就是 就是要把这个价格拱上去 要去避免 其实我们常讲 其实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原物料往上走的话 中国大陆在CPI里面 百分之五六十是跟商品价格有关 真的商品价格往上走 第一个受不了其实是中国大陆不是美国 美国在商品价格这个地方大概是占26% 服务业大概是占74% 但是你如果一路往下传导的话 我们觉得 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 我们觉得CPI呢 其实应该会持续在非常高的地方 那这也会让整个市场开始担心说 那殖利率会不会赶快上 我一定会帮助你 看着我 对你 最后的就是 一路往下传寸的 我们让你帮助了 这飞sters